你知道耳垂厚不是有福氣嗎 對嘛 福氣是以病理來講 但是其實這個耳垂是代表的是什麼 人的頭部 臉部的這個部分 所以你剛剛說到記憶有點不好 對不對 所以這個地方應該要給他什麼 多多按摩 按摩 牠的木耳 木耳是讓膳食纖維很高 開始發熱了 真的很香 我覺得加了 我覺得加了黑胡椒 加進那個味道應該同樣 加油吧 讓健康按摩 大家好 我是雅芳 那麼天氣如果變化比較冷的時候 常常會腰痠背痛 但是千萬不能把腰痠背痛 認為就是腰痠背痛 我非常可能是腰痠出問題 所以今天我們特別注意 那麼已經立冬了 立冬之後接著就是要補盛氣 怎麼個補才不會越補越大洞 趕快請我們的專家 莊醫師 吳明祖醫師 大家好 好 這張醫師 黃永祥醫師 大家好 好 那今天各位人生 田姊哥來 請萱 哈囉 大家好 寶島水人的阿辰來了 大家好 我是阿辰 阿辰 你很懂 你跟神明有交情 非常有交情 全台灣的神明應該都有去網絡過 真的 所以我要告訴他 我的收視率有那麼高的 沒有問題 阿辰 拜託阿辰 他要記憶就是問題 要怎麼可能要拜託我們兩位專家 對嗎 好 觀眾朋友我們先來看一看 比較有趣的 來 我們來又看看 猜猜哪一種動物是腎臟病的 高危險群 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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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為什麼 因為牠吃得很好 因為吃重鹹嗎 豬有吃重鹹嗎 什麼都吃 好像有這個道理 有這個道理 景萱呢 我覺得要吃重鹹的動物還有什麼 重鹹嗎 你有感覺吃重鹹就算最不好 對啊 人吧 人也算是一種動物 對不對 結果這個答案是什麼呢 觀眾朋友你有沒有聽到對不對 這個答案叫做什麼 糖老鴨 糖老鴨 什麼是糖老鴨 不是那個皮卡丘 是糖老鴨 結果這個糖老鴨是這樣 糖尿病的患者 長輩 老年人 還有隔壁的人 所以這個糖老鴨 今天有把腰子先生帶來的 腰子先生 腰子先生 他長得大概只有10到12公分 你可以把他拿到手上給我們看一下 他大概長得大概10到12公分 他還戴帽子 所以你這個是人 就是人體1比1的10歷子 對 然後他位在我們後腹腔 就是你腰痠背痛的時候插腰那個位置 最後一根肋骨 跟你的中軸骨 脊椎骨那個位置 它大概就這麼大小 上面那個小小的帽子 是那叫腎上線 所以平常是到底有腋部 還是沒有腋部 都沒有腋部 那叫腎上線 沒有腋部你就會了 譬如說我們會分泌腎上線素 遇到活菌來的時候 就是他分泌的 就是腎上線 我們把它轉開來 其實西醫的腎臟 其實很簡單 它是一個過濾系統 就像我們有工廠 然後要排放廢水 它經過一個地方過濾 就是我們家裡的過濾器 過濾器 我們家裡的過濾器 如果是垃圾不能換對不對 有的人可能一年換一半五千塊 錢不一定一樣 但是人家的幼稚 如果是不能過濾的時候 可以換嗎 可以換 換的代價就不得了 兩百萬起挑 兩百萬 適用治療 好 我在講說 其實我們的觀念裡面都認為 它是一個過濾器 排水 排尿毒 事實上超過我們想像 它跟我們造血也有關係 如果缺 腎臟不好都會貧血 另外它跟我們骨頭 骨頭 鈣根磷的代謝也有關係 然後它跟我們血壓 調控也關係 所以腎臟不好的每一個 都會高血壓 還有我們的電解質 什麼鈉 鈣 代謝 這個也都跟它關係 還有我們的酸鹼平衡 還有我們的一些藥物 比如吃藥 它會把它代謝掉 你如果壞掉的話 常常腎臟不好的人 我們給藥物的劑量 是不一樣的 藥物 毒物 比如說我們吃到一些黑心食品 靠了就是肝臟跟腎臟去解毒 所以它的功能 事實上不單純只是一個 排水 排尿毒 它還有很多的功能 所以還有解毒跟排毒的功能 而且腎臟好重要 我知道就是說如果糖尿病患者 如果沒有嚴加控管的話 到後面可能都要變成要洗藥進去 台灣洗腎的 你去洗腎室看 有一半的病人都是糖尿病 剛剛糖老壓 我可以再補充一下 比如說大概你在40歲 台灣洗腎的高峰 是在65歲到75歲這個族群 為什麼65歲 因為我們40歲得到糖尿病 經過了25年 腎功能就逐漸退化 到65歲就得到一個尿毒症 你得到糖尿病經過25年 大概高達30到40% 10個有3個到4個之後 會走到要洗腎的那個程度 所以糖尿病跟老年人 的確是一個最高危險的族群 高危險群的標準 高血壓大概 台灣高血壓實在太多了 大概有三四百萬人都有高血壓 它有多少 比如說我在40幾歲得到高血壓 我多久會有多少的比例 會有可能會洗腎 大概20% 20%很高 對 20%就五個有一個 那也是大概到六七十歲那時候 所以你會發現台灣現在目前 大概有八萬人洗腎 這可能講的都有一些疾病 或者是一些年紀大 年輕人呢 有沒有特別要注意一下 年輕人嘛 有一些疾病最常見的 那叫腎絲球鹽 你們叫做蛋白尿 你看小便有泡泡 你也有蛋白尿 對 在很多年輕族群都有 那是不是因為有吃太好還是怎麼樣 那個大部分都是體質先天遺傳 還有一些自體免疫的疾病 什麼叫腎絲球鹽 我們看這個腎臟旁邊 不是有一顆小小葡萄 那叫腎絲球 我把它放大一看就是這一顆 我們每顆腎臟有一百萬顆 這種腎絲球 那腎絲球把 一百萬顆 對 一百萬顆它就是一個過濾球 有用的東西蛋白質是有用 我們就過濾完再回到身體裡面去 紅血球 對 再回去 就從這邊紅的進去 然後從那個再回來 可是不要的東西就直接排出去 可是發腎絲球鹽的人 他不會沒有這種激轉 可能他搞不清楚 那個蛋白質是有用的 他就直接把它丟掉 然後就一直流失一直流失 那久了之後 這顆腎絲球就硬掉了 那硬掉了 整個就沒有過濾那個尿毒的功能 沒有彈性了啦 這就是蛋白尿 蛋白尿的一些問題出來 年輕人很多就是這一類的腎絲球鹽 還有一些泌尿道感染 還有腎結石等等這些 有時候會不會大家問說 是不是蛋白質東西吃太多 這樣是嗎 會不會 大部分你如果有 我們講說體質是正常的 你吃蛋白質越多的話 腎臟負荷會比較大一點 對 那因為我現在有在健身 然後因為現在 高蛋白 對 你都會吃高蛋白 我早上睡醒你會有高蛋白 這樣好嗎 對啊 其實老天爺有給你比較多的存款 我們腎臟 你知道我們腎臟多 其實半顆就夠了 我們腎臟移植 是不是只有移植一顆腎臟 就足夠應付 我們每天這些吃喝 可是你會老化 所以你如果高蛋白吃得比較多 你消耗的那個會比較快一些些 如果將來你還有一些 你要多存一點錢 讓它去花 不能花太快 高蛋白的東西 當然它腎臟就要 負荷會比較大 比較努力做工 對 要努力把你代謝出去 所以很多到慢性腎衰節 我們建議病人要限蛋白 蛋白質就別我們 不能吃太多 但是你一直都吃高蛋白 這可能是危險的 所以你有在運動 你聽起來比較不好 對啊 我是沒有喝高蛋白 但是很多朋友確實 都會說 你要高蛋白要長肌肉 或什麼對不對 而且因為高蛋白 它補充得太快了 所以它很容易衝破腎小管 是不是這樣意思 倒不是這個理由 所以我們腎小管沒有 我們講說它腎臟的過濾 其實它到這邊已經到微血管了 所以速度是很緩慢的 但是你要多喝一些水 讓它增加它代謝的能力 比如說我們講說 如果假設你吃的那個東西多 但水又不夠 它代謝能力就不行 就容易產生一些代謝的廢物 然後堵起來有些時候 造成一些結晶 像一些結石 或說整個腎功能就會下降 尿不能濃縮 尿要處在一個 比較稀釋的狀態 會比較健康 所以水要喝足夠 然後不要隨便亂補 對不對 我們到了立東之後 其實剛剛吳醫師告訴小方說 這時候你一定要注意 我們換成是要補腎器對不對 我們中醫師說的腎器 腎範圍很大對不對 吳醫師來跟我們講一下好不好 我們中醫的腎範圍是很大的 對不對 你發現說我們的中醫的腎 它是一個團隊 一個團隊 也就是說它有兄弟的對不對 通常腎是老哥 其實洪醫師也稍微有提到一些 對 腎跟膀胱是兄弟 所以一個是製造 一個是儲存 所以也是在我們的中醫的腎裡面之一 然後再來就是它跟腎跟我們的二陰 二陰就是有關係的 就是陰道或者是我們說的這個封面 還有它其實不是跟生殖器 是跟生殖的功能 所以我們在調不孕的時候 通常會調到我們的腎器 對 這樣說腎器不夠 對 腎器 然後分腎陽虛 腎陰虛這些的 然後就是跟我們的耳朵有關係的 因為在我們的中醫的古典裡面 一典裡面都跟我們說 我們的腎是開竅在我們的耳朵 耳聰目明 所以等一下我們要教大家怎麼樣正確拉耳朵 對 或者是說腎通氣在耳朵上面 那又跟那個中醫剛剛會說 我們為什麼立東要補這個腎 因為它跟我們的腸筋 筋器神 筋有關係 大家就很籠統 什麼叫筋 剛剛聽這個中醫師講的 什麼叫筋 你的尿蛋白應該要這個筋 要跑進來的 你沒有辦法 你是跑出去的 這個是什麼 你的腎臟 腎器不足 所以這個腸筋就是 原則上讓大家有具體的一個想法 就是其實跟我們的筋 跟我們的筋圍的這個物質有關係 像我有個病人 他就是那個就長得特別矮 13歲了才137公分 然後他的骨頭就發現 檢查以後發現他的靈 靈太多了嗎 電解是靈吸收不到 所以他蓋OK 對 可是他也喝了靈水 可是他還是長不高 後來家長就說 家長還是個老師 就有鼻子跟沒有鼻子 不然來看中醫 就開始針灸給他吃一些補腎的 他現在已經長到154公分了 超多 所以你就發現 有沒有 跟骨頭是有關係的 還有那個腎氣最後會通勻腦 所以他跟獅子跟記憶都有關係的 腎臟可能就是管全身了 也就是 他甚至跟我們的內分泌都有關係 這個還會健忘 對 獅子 沒有想過健忘那個會跟腎臟有關係 比如說我們越來越老的時候 就什麼 膝蓋痠軟 腰痠背痛 這些都會出現 所以這個都跟我們的腎氣有關係 剛剛說的這個 有沒有說什麼腎虧 性功能 他也在我們其中之一 然後他又小便排得 排不出來 或者是什麼 這個時間到 晚上特別尿多 白天都不多 這個也有問題的 這也是在我們的腎虧腎氣的狀態 好 既然立冬之後就是天氣冷了 對不對 我們現在要補腎氣 近期不是說對的 很容易抱著吞黑頭 現在是不是說 只要把黑的 集黑於一身的話 我們腎氣真的就會上來嗎 還有拉耳朵對不對 對 拉耳朵 耳朵是真的生前關係 你知道這個耳朵 要怎麼拉 還是要用捏的還是按的 等一下回來之後 請專家來告訴我們 其實這個耳頭 是代表人的頭部 臉部的這個部分 所以妳剛剛說過 她心裡有點不好 哈哈哈哈 所以這個地方應該要給她說 她說按摩 妳跟無法官 十分為民 現在新聞 妳在幫我哪 老這虎虎 總算是這個 老這虎虎 老這虎虎 老這虎虎虎 老這虎虎虎虎 我哪有看妳丟而已 那樣的 假的如果妳媽媽 妳對我 一點兒抱都不 就是一個媽媽 做好全套保養 走出幸福人生 夜媽媽妳怎麼了 陳醫師 車子卡卡的 走路又不順 不順就要多保養啊 陳醫師 妳經常叫人家保養身體 連車子怎麼保養 妳都知道喔 其實人就跟車子一樣 覺得卡卡 只要上點油就好了 我知道 跟我吃的葡萄糖胺一樣 沒錯 其實光吃葡萄糖胺 是不夠的 因為這樣保養 只有做半套而已 保養還有分半套全套的喔 對啊 就像老車 其他輪胎 以及配件的地方 也是需要保養的 這樣保養 才能算是全套 年紀大了 想要維持好的行動力 當然保養要做全套的 很多貝貝阿姨 常常來詢問說 為什麼年紀越大 做久了要站起來 總是要等一等 走起路來 覺得卡卡不靈活 或是越來越不想走樓梯 甚至不想出門走動了 對耶 為什麼 那是因為身體裡面 軟骨成分中的軟骨素 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減少 其實肌肉成分中的 蜜座生態化而物 也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減少 這時候就要靠 三德利的顧力生 除了葡萄糖胺 還有獨家配方的 軟骨成分和肌肉成分 只要持續補充這兩種成分 就能做好全套的關鍵保養 感覺越來越不想走樓梯 走起路來卡卡不靈活 變得越來越不想走出門 您是否覺得生活不再像以前一樣輕鬆 換來試試日本原裝進口 葡萄糖胺市場No.1企業 三德利顧力生 支援您行動靈活 讓顧力生顧您一生 馬上必購立即獲得增量優惠 快打0800-030-505 或上網搜尋顧力生 為了能夠健康地走下去 關鍵就在軟骨成分和肌肉成分 所以要持續補充這兩種成分 才算是有做到全套的保養 沒錯 其實這也是日本專家 花了很多年的時間 才研究出來的獨家保養的概念 スムーズな動きをするためには グルコサミンだけでは足りません 他の成分も重要な役割を果たしている ということが知られています スムーズな歩みをサポートする軟骨成分であったり あとしっかりとした歩みをサポートする筋肉成分 そういったものが非常に重要だと考えております 軟骨成分としてはコンドロイチンと身型コラーゲン そして同性オグリカンが含まれております コンドロイチンは保水力があり 歩みをスムーズにするという役割を果たして 身型コラーゲンは弾力性を保つという役割が知られています プロテオグリカンは酒の鼻の軟骨に含まれている成分でして こちらも関節の軟骨の育成を保つということで クッションの役割をしまして この厳選した3つの軟骨成分にグルコサミンを加えることで 皆様のスムーズな歩みをサポートしていきます 筋肉成分はマグロであったりカツオといった カイユーギョから抽出したミダゾールペプチドという成分です ビタミンDを組み合わせることで さらに皆様の力強い歩みをサポートしています グルコサミン&コンドロイチンの独自配合は グルコサミンだけではなく 軟骨成分と筋肉成分 そしてビタミンDを同時に摂取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皆様のこれからの歩みをスムーズに そしてより力強く支えることができるようになります 来自日本的三德利固立生 品質是有保證的喔 三德利所有的保健食品 都是100%日本製造原装進口 經過層層嚴格的品管法官 並通過SGS的檢驗認證 安心又有保障 在日本和台灣 都累積了許多的愛用者 年紀大了 行動力真的沒有年輕的時候好 好多事情想做都沒辦法做 自從我吃了孤立生之後 讓我維持活力 不管是拍戲或者到處爬爬爬 完全沒問題了 孤立生的顆粒很小 很好吞食 也是我選擇它的原因喔 我很喜歡做戶外運動 但好幾次覺得總是卡卡的 不是很順 動起來總是覺得怕怕的 後來開始吃朋友推薦的孤立生 整個人行動起來 更輕鬆靈活 也更有耐力 顧立生的資源 讓我的生活 就更多采多姿了 你媽媽 現在很順喔 當然啦 因為我有在吃顧立生 持續補充軟骨 成分和肌肉成分 做好全套保養 當然順啊 三德利顧立生顧您一生 推薦給希望健康行走 生活多采多姿的您 希望能靠自己的力量 好好生活的您 希望隨時隨地 都能隨心所欲外出走動的您 快打電話 讓顧立生支援您行動靈活 健康地走下去 由日本原裝進口 葡萄唐安市場 No.1企業 三德利 累積20多年研究經驗 推出的顧立生 以上市 就收到廣大消費者喜愛 馬上訂購吉祥增量優惠 全台免運費 再享最高85折 快打0800-030-505 0800-030-505 或搜尋顧一生 我們台灣人的電視台 29頻道 StamLip 台灣台 Venue 5 好 2016年立東是11月7號 那天就要補 但是不是要講一樣 因為立東跟冬至 每天都看著人家三毛 冬至才講一樣 對 冬至講一樣 立東那時候要補 而且人家講現在是要輕補 輕 很輕的輕 你不能擔補 擔補了可能身體負荷不了 可是現在最重要是在補腎氣 補腎氣 好 所以觀眾朋友 我們今天有一個問題 請請大家 好 來 小好方在哪裡 在這裡 好 題目是告訴大家 那麼腎臟如果出了問題的話 有五個症狀 觀眾朋友如果你知道的話 趕快把答案寫在我們FB 非常出去送給你這本 好 好雜誌 其中它這裡面 就是我們華人健康網裡面 它在最新的也有寫到說 我們要如何自我發現 是否腎臟出問題 比如說泡沫尿 平血都要有說 鱷帶 水腫 有時候人會這樣壓一壓 自己這個腳 壓下去會 對 凹下去對不對 他們有一個口學叫什麼 泡水高平鱷 泡水高平鱷 對 泡就是泡泡尿 對 泡泡尿 水腫 高就是高血壓 平就平血 鱷就是疲勞 講一次 高 泡泡 好 水高平鱷 elve寫 氣了 今天放到腦袋不好 淨淘出來 所以這裡面其實他也有顯得很詳細 也讓大家參考一下 好 快來報一下 有請 吳醫師 我們講說耳為腎之關對不對 腎為腎筋 竹水和腎氣的寶庫 對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剛剛說 腎氣透於我們的耳朵 所以你的腎會外表 就是在我們的外觀上面 五官裡面就會看到一個耳朵的 像一朵小朵花的對不對 大朵小朵就跟你的健康有關係 真的喔 對不對 剛剛說的腸精 腸剛剛說的那個尿蛋白 要把它收回來這個尿裡面的精華 精華 而且腎是我們的先天之本 所以媽媽調好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小朋友生出來 頭好狀況 自己什麼 聰明 所以為什麼在婦科裡面要懷孕 你知道先要什麼 把媽媽先養起來 很多東西都得到媽媽這邊的 我們那時候講說這養子宮 所以腎也要養起來 所以腎也要養起來 因為牠跟子宮跟卵巢是有關係 可以懷孕之後再開始養是可以的 懷孕前就要開始了 對 懷孕前就要 剛剛水醫師有講 生殖器這個部分也會有影響 對 因為牠是跟先天有關係 那你都不能看 牠已經懷孕來的時候 你就變成只有安胎了 可是在前面給牠怎麼 做一個準備的時候 牠就是什麼 讓牠做一個先天的 就是先天之本 所以你土壤要 給牠那個營養充足的時候 要營養 真的有差喔 好 再看喔 對 耳朵厚大 腎氣充足 耳朵薄耳小 是腎氣 危虛 耳朵 其實我們耳朵算大還算小 對 這樣腎帶算小 阿神來這裡好了 來 我們看一下 新名有Bobby嗎 來 Bobby啊 看我六成名的耳朵 應該是這樣好 你朝這邊好了 你會發現阿神的耳朵 牠長得很均勻 這個比例上 很均勻 對 有在比例上面 就偏小 小耳這也是不好 牠這個中耳闊還滿漂亮的 還不錯 然後呢 就這裡稍微薄了一點 稍微薄了一點 人家牠耳垂後不是有浮氣嗎 浮氣是以命理來講 但是其實耳垂是代表什麼 人的頭部 臉部的這個部分 所以你剛剛說到記憶有點不好 對不對 所以這個地方 應該要給牠什麼 多多按摩 所以按摩 所以好 如果說這樣記憶不好 就是腦 覺得腦力有在衰退 所以可以多多按摩在哪裡 因為我們那個耳朵跟人 這個方向剛好相反 所以耳朵 這個耳跟臉 應該是說頭在下面對不對 反正腳在上面 所以這裡交叉的這個地方 就是我們的什麼 兩個大腿有沒有 這裡是兩個大腿 吳醫師拿一下大耳朵來好了 大耳朵這樣 我幫你拿 對 我幫你拿著好了 這個是拿那個順風的耳朵嗎 對 好 來 順風了 有沒有 對 所以說這個就是我們的大腿 這個是頭對不對 所以我們有時候耳環在這個地方 就是這個地方 甚至有時候你會發現 耳朵怎麼搞得出現呢 你看有時候 一痕 對 凹痕 我小時候你知道 都喜歡跟那個阿嬤在那邊混 就說阿嬤 你的耳環怎麼掉下來了 因為耳洞很大 然後發現它這邊有很多皺褶 其實有那時候高血壓 這邊心臟的高血壓的點 就非常低一點 所以耳痕那個真的有依據的 有依據的 對 後來有一個問題 因為有很多人很喜歡打耳洞 會不會影響到身體健康 因為有些還打一排有沒有 對… 有些是打一排的 因為它剛好在我們的 通常用下去 剛好在我們的眼睛的點上 所以 打耳洞的人 會不會覺得眼睛比較不好一點點 多少會影響到我們的眼睛這個部分 我目前還沒有特別大的感覺 而且我這邊還打兩個 對 當你打… 這個剛剛阿成說 打到骨頭上面 多少會有影響 對不對 連這上面都打 所以說如果打得太多 真的會影響到我們的生氣的 如果剛好只是在耳腿 那一點點一點管 它自己會好 但是在當下 你會覺得眼睛比較毛毛 是有影響的 所以說這個地方跟我們的 所以剛剛回到阿成的 那如果阿成的話 像阿成的話 他要保養的話 怎麼要怎麼按呢 如果他的話要怎麼保養 你看 我們通常 有一些人是 通常我們會有一些按法 就是給他耳朵 有沒有 他剛剛記憶不大 可以拉大力一點 所以媽媽小時候 在教訓小孩子的時候 是要幫助他 要幫他按摩耳朵 你這個死狗 你怎麼會這樣 你這一點有講到 我們的耳朵 耳朵保養的按摩裡面 裡面有一個什麼 推 拉 按 一個按其實就是在這個 剛剛這裡按這個 這邊 中間不是有一條很穩嗎 凸起來的 所以這個自己按都就可以了對不對 要不要借助他人幫忙按 自己按就可以了 兩邊都可以按 然後你要推它 我們通常會有高血壓對不對 在耳背這邊 我知道耳背 有沒有 有那個降壓溝 所以這個地方 所以是要下往上還是上往下 通常我們是這樣子 從上面往下面 或者是你只要把它推熱一點 從上面往下的話 血壓會比較降下來 你也會很正雄 這樣 應該是 是正雄 但是我們可以保養對不對 對 所以這樣子 先搓一搓 然後用我們小母哥的這個 比較有這個肉的這個地方 像一個手刀的一個 對 像一個手刀這樣下來就對了 對 順時 或者是把它推下來 這樣壓勾 這樣壓勾 這個叫推 對不對 拉拉哪裡 媽媽常常拉的 對 拉耳垂上面這裡拉一拉 拉的時候不是光光的當 你要給它什麼 按一按摸一摸 如果你摸到這個耳朵上面 有一些硬塊 或者是腫硬塊 或者是哪一個地方 特別的硬的時候 你在邊拉的時候 要再把邊按 然後再把它拉一下 所以這個一次 這樣要做到15到30下 早晚都可以做 很重要的 是喔 就是剛剛不是有一個拉嗎 按 按就是按這個中間 上面有窩對不對 下面有窩 這裡都有我們一些重要的帳篷 比如說剛剛雅芳這個 有沒有什麼窩呢 這裡有沒有 耳朵這裡 對 這邊跟我們的腎臟 膀胱 肝膽都在上面這一塊 然後下面這一塊就是跟我們的 肺 心 還有我們的氣管 三膠 內分泌 都在這邊 所以整個都要按 按的時候當然用我們的大摩哥 或者是我們的食指 像我們比較皮 有時候會用刮沙棒弄 只要有酸胀的地方 就要特別去按一下 我剛剛有偷看 阿成 你的胃酸很多 胃酸很多 吃太好嗎 沒有 現在還滿正常的 有時候你會覺得 有時候會覺得 怎麼有點悶悶的 悶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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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悶悶的可能是遇到事情 比較就處理的時候 不順的時候會悶這樣而已 還有三餐 可能要稍微定時一點 定時一下 這個問題都很大 這真的很難 因為耳朵很奇怪 它就是你以前的病出現了 好了 它就出現在裡面 所以會有一些黑點 黑黑的那種 有一點好像我們的血的脈搏 就是一點點血濕在上面 就是好的 可是甚至在發炎的地方 它會孵起來 變紅 所以有時候臨床上 你會發現我們醫生在那邊 給你做耳朵的時候會看到 就跟你講說 你某些地方要特別注意 其實它是在看到 你的耳朵的一些這樣子 對 剛剛文醫師看 我就說我的胃食道逆流 已經到食道 它好厲害 對 到哪裡都看得出來 照位 今天說已經到噴門了 對 因為我們是 對 要稍微扎一下 然後大概要配合我們這個生活作息 對 要再做調整一下 所以當我們的耳朵上面有些 阿姊妳先回座好了 對 所以我們耳朵上面有結結 或是調鎖 調鎖上的 你記得要多按 然後把它弄平的 血液血管弄好 通常相對的在我們身體的脹部 它會跟著氣血血管會變好 耳朵有沒有 血液管過於充盈 過於充盈擴張 對 剛剛我們的亞方就問我說 妳怎麼看到就是這個 因為它的血管整個是什麼 放大沖血的 是嗎 看得到 怎麼看血管是放大沖血 還有擴張 所以有時候我在看著的時候 是裡面有血絲這樣子嗎 有血絲 而且發紅 就表示你現在正在發炎的狀態 然後口一直都還沒好 對不對 所以有時候冠心溝 就是剛剛那個冠心溝 就是表示在這個地方 心肺功能都有異常 衝補 還有一個橫穩 然後總之大家要注意幾個 所以我們把脈的時候 一個警訊 所以我們中醫把脈的時候 就是你現在真發現 感冒的症狀 然後那個病就在現在 就是以前或者胃發生 快要發生的就在我們的耳朵 我覺得我們現場 最有浮相的感覺是那個 宏醫師 現在他的耳朵 你看起來很耳朵 你看侯醫師的耳朵也很豪滿 對不對 感謝我的國等老師 耳朵也不錯 每天捏 我以前要成績不好 就會被捏耳朵 真的值得 真的嗎 可是我覺得小萱也不錯 小萱了嗎 小萱來 真的嗎 小萱也不錯 因為小萱很有彈性 好 他有彈性 要這樣好了 觀眾朋友 現在我要總結 請吳醫師幫我們教 一招就從頭到尾 很簡單的 比如說你要增強肌力 然後保養的多降壓 做一頭大家看看好不好 好的 所以說我們剛剛不是要推 一開始要先按哪裡 對 推 剛開始我們要推後面 從上面往下 這個降壓勾 降壓勾 對 好 後面我們小指後面 這一塊軟軟的肉拿來用 對不對這樣 1 2 3 4 5 要按35下 要捉到熱嗎 要捉到熱 而且要捉到 酸酸的 35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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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配合 1 2 3 4 5 6 7 好 35下就翻過來 好 翻過來 然後我們開始拉 拉 拉 要按嗎 要往上嗎 要往上按一下 往下 上一下 這時候我們可以從下面 這裡耳垂開始這樣 按一按 弄上來 然後 這樣拖 拉一下 這感覺有來到穴道 對 很舒服對不對 對 對 摔一摔 摔一摔 對 然後再開始進來 裡面不是會有我們的勾勾嗎 對 然後把它弄一弄 動一動 然後 感覺是好像在親耳朵 對啊 但是我也害羞 對不對 你中一手幫你用 然後耳垂要拉嗎 耳垂要拉嗎 要 剛剛的時候 剛剛不是在那邊 我們剛剛在弄的時候有沒有 這樣倒一倒來 然後從鼓上拉一下 那甚至前面後面 你就按一下整個耳朵都好舒服 好 整個發紅這樣子 希望大家平常受多多戳耳朵 對 按拉還有一個什麼 按拉 推拉按 它的木耳 木耳是讓膳食纖維很高 對 太多發熱了 真的很香 我覺得加黑胡椒 吃下去那個味道應該很一樣 全球化的時代 英語能力已成為求知時必備的敲門磚 英文能力已被許多企業 立為爭彩的必備條件 你的英文會了嗎 有一種學習方法 每天只要五分鐘 英文不用背 用看的就學得背 第三三右腦創意學習法 就是讓你七秒鐘 就可以輕鬆記的一個單字 三分鐘就會有效果 三個月就可以記得 一千兩百個日常生活常用的英文單字 七秒鐘就可以輕鬆記的一個單字的神奇效果 馬上就讓你來體驗學習 佳佳 我的新涼鞋好看嗎 涼鞋上長出三朵花 真是奇寬啊 三朵 涼鞋 三朵 涼鞋 這也太有趣了吧 光這樣記英文就可以記得起來 涼鞋 涼鞋 同樣就是涼鞋上長出了三朵花 三朵 涼鞋 這樣就記起來了 太容易太有趣了 只要能七秒鐘就可以把我十幾年英文 就完全追回來了 我以後一定要開始這樣學英文 用佑腦學習 讓你成為人生勝利組 邱鞋 這樣的效率比傳統死背印記的方式要快上數十倍 周寶慧 台灣首位橫跨醫療與教育藝術治療師 那腦當中有一個處理記憶的部位呢 叫做海馬迴 那海馬迴之所以重要 因為它會根據圖像 聲音 故事 情境的連結 然後自動的把短期記憶裡面的圖像聲音 轉變成記憶熱點 然後最後呢 它就會成為長期記憶 右腦圖像全英文三大保證 一 三個月記住一千兩百個生活單子 二 零八零零免費線上教學 一年省下六萬元的家教與線上費用 三 六個月就能用全英文和外國人溝通啊 加碼好禮 美國知名的動物生態電視頻道 動物星球 獨家授權認證的雙語點讀繪本套書 輕輕一點就有真人中英語雙發音 生理其境為您解說動物生態奧秘 訂購商品就免費送給您哦 現在來店就送你733學習寶典 線上體驗15分鐘用腦學習 前30名還有711百元電子序號免費送給您 好禮加碼送 訂購商品 再送您國際知名的動物星球頻道 獨家授權的雙語點讀繪本套書 數量有限動作要快 0800 066 039 0800 066 039 好 我們現在要補盛器 那麼黑色食材是不是就對了 好 我們健康大樂廚有請吳醫師 幫我們端出黑金料理 哇 都是黑的 都是黑的 食材都是黑的 有這些對不對 除了食材我們還叫了一點補盛的藥材 這個我們剛剛黑色的對不對 都是黑的 主角是黑木耳 黑木耳 OK 然後還要加上 購益更對不對 貴更 血管 通血管 潤腸 上廁所上不好也會有毒氣的對不對 還有黑豆對不對 所以黑豆也有 黑豆也有 好 我們看一下前面這個食材 好 黑豆 還有加這個對不對 中藥材 中藥材 那怎麼弄呢 對 中藥材我們有這個 這個藥食同源的這個芝麻 芝麻 好 然後黑豆 然後還有這個黃金 金水的金 不是那個 不是黃金金飽辦的黃金 然後還有這個我們的和手屋 和手屋 都可以錄到我們的深淵 那個深淵都是黑色的 然後這個紅色是 這個是我們等一下要泡酒的 泡酒跟泡這個當歸的 OK 好 這一包是你幫我們食材都熬過 放進去是嗎 這個是從和手屋跟黃金去熬 然後比如說我們五碗 這個是八碗熬成五碗 因為我們當然要雞的關係對不對 然後就用這個湯汁 熬好的湯汁把它過濾以後 你看這個頭 這個裡面的藥材在這裡 熬好的湯汁以後 我們把這個拿起來 然後就用這個汁 我們要跟我們的黑某碗 食材再配在一起 對 然後黑某要打汁 這就是這個裡面的所有都在這裡嗎 沒有 沒有 只有藥材而已 這個藥材 還有我們的黃金 等一下那個之後再放進去就對了 這些就可以吃的 我們就把它放在一起吃 OK 好 先熬這一碗湯底 就雞底就對了 雞底好 湯汁熬好的我們就要用木耳 木耳當然我們如果怕 有些人怕木耳的那種味道 我們就可以把它泡好了以後 給它什麼 汆燙一下 然後跟這個藥汁一起下去打汁 是打汁 打汁 不是主嗎 為什麼那個木耳這個那麼小朵 這是什麼 這個是木耳 乾燥的 你看 不是 這個叫穿耳 又叫人耳 穿耳 銀耳 它跟我們一般的木耳不一樣 它是比較薄 這個是我們一般的白貝黑木耳 聽說這個比較好 這個比較濃度比較高 對 濃度比較高 那深的也可以吧 深的也可以 可是你要講說 訣竅是要挑顏色深一點 要挑顏色深 而且比較均勻的 整個大葉 你看看比較厚 這很像耳垂很厚實的 真的耶 一斜大耳朵 這一塊就是很健康 太厲害了 千萬你的耳朵不要變成這一身 對 這個有脊部有斑點的 硬化的就不要 這個顏色有斑點的不要 所以無印象 到底要用深的好 還是乾的好 這一種也是 都可以 但是你要發現 眼耳或者是川耳 它顏色最黑 對 白貝黑木耳它又露肺又露腎 所以這個部分也是上選 所以你可以一三五吃這個 二十六吃這個 所以這個也川耳 OK就對了 但是川耳因為它比較薄 所以來涼拌更好 這可以涼拌 所以現在要先把它倒到果汁機對不對 對 我們要倒果汁機 然後加我們這個 可是吳醫師 那不是木耳自己斷 直接斷就好了 會嗎 也可以對不對 直接滾那麼久 還是怎樣 因為有些人腸胃吸收不良 這個一進去我們的腸子 二也跑出來 然後就直接出來了 對 所以我們這個讓它吸收好一點 OK 好 然後我們就把我們的黑木耳 我們今天用的這個 這都泡好了對不對 這個是泡好的 這是那個 這個我們剛剛的白貝黑木耳 然後洗乾淨以後 把它泡好以後 我們煮完汆燙之後 我們就把它放進來 但是我們現在要把這個 用手套 好 通常我們會剛剛把這個 河手屋跟黃金把熬成汁以後 然後就變成這個農藥汁 以後 我們就以這個為湯底 農縮 應該有農藥材了 對不對 就是濃縮的藥汁 所以它就是 比如說我們用六碗水 熬成三碗 對對對 三碗就濃縮了 邱哥哥 阿成你媽媽常常這樣做對不對 熬成汁給你喝 真的 有嗎 有 你常常都喝 也偶爾 偶爾媽媽會做一些這樣子 例如說立東的時候 他一定會給你熬成汁 補一下 然後在我們剛剛這個 藥汁放進來以後 我們就開始把我們剛剛 那個蒜好的 燙好的 白貝黑木耳放進來 泡沫的水要進去嗎 泡沫水不進去 我只有這個 OK 只有這個 會直接倒下去 就不倒進去了 就不要 除非我們等一下熬湯的時候 因為會跟烏骨雞放在一起 除非這個汁不夠 我們才放進去 其實我也可以用 白貝黑木耳跟川耳一起 一起用 一起抓一點進去也可以 口感上就不大一樣 但因為我們都打碎 打碎了 就沒有什麼感覺 但是我們用它的膠質 我們就選最後的 其實這樣很快對不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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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已經打好了 你發現已經出了泡沫對不對 好 你就直接將你的電力波 把它倒下去 然後加上我們的烏骨精 還有我們的黑豆 這些都放進去 麻糬都放嗎 可是我這邊已經熬了一鍋 對啊 我打好了 難怪的聞到香味 我想都是聞後節嗎 你要放一些調味料 對 蔥 薑 蒜都要放進來嗎 對 所以我們到時候會把它倒出來以後 所以你已經說這一鍋可以吃了 是不是 這鍋也可以吃嗎 可以吃 好棒 可以吃現成的 看起來就很堅強 看得到芝麻 所以吳醫師 只要是黑的就是 黑的就是補腎就對了是不是 黑的是補腎器 補腎 然後跟我們的耳朵 跟我們的骨頭都有關係 對 好 剛剛大家看一下裡面的好料 對不對 還是倒出來這邊 我們再加熱一下 加熱的 加一些蔥 薑 蒜 還有辣椒 你也吃辣椒 有些人 因為它這個辛香料 可以讓我們身體的溫暖度提高 對不對 還可以就是 通常對我們的預防感冒也有幫助 但是不用吃太辣 有些不吃辣的 我們就可以用什麼 就蒜頭 蒜頭也行 或者是用一些什麼 青椒絲 這個就可以 青椒絲也可以 或紅椒絲都可以 有顏色 放薑可以放下去嗎 對 然後火開大一點點 好 好 來這個 當歸 泡到我們的這個料酒裡面 比如說這個 把它倒出來 這個是酒 對 這個是酒 我以為是水 這個是酒 米酒 有人會先用當歸酒 對 當歸酒 然後加一點紅椒 那個枸杞 枸杞 那如果你喜歡甜椒 加一點紅椒 黃椒 先泡 然後你可以不用用這麼大的那個 有一種是有小嘴巴的 就像我們在加醬油這樣子 對 你就可以滴一下 你自己那一碗 因為小朋友沒有 你不敢跟酒餵吃 就可以適合成這樣 你把它放進去 小朋友吃一吃 頭昏腦炸 對 蔥 好 這個蔥 已經很香了 吳醫師你坐在那裡 會不會肚子餓了 其實那個吳醫師這道料理 用西醫的營養學來看 也非常棒 我們看一下那個 我們講他的木耳 木耳是讓膳食纖維很高 對於我們一些 比如說腎臟是一個排毒的器官 他是讓他從腸味道 就把一些不好的油脂 不好的一些毒素 就直接排掉 然後膠質也很多 會讓我們皮膚很棒 他的鐵也很高 鐵跟鈣那些礦物質也很棒 加上他的肌肉有一些好的蛋白質 他的黑豆也有好的蛋白質 又可以補血 我們用五股雞 對 這個算是輕補還是重補 其實我們這個算是平補 也不到輕 因為他不會讓你涼涼的 如何 好好喝 你吃最快 我可以再續碗嗎 可以 而且我們因為你知道 腎其實很怕太鹹 所以我今天沒有白很鹹 因為你知道烏骨雞 那些骨頭進去 他燉出來以後 他自己會產生一些什麼 有鹹味 加一點酸味 對 所以剛剛我們沒有加鹽巴 對 沒有加 我覺得撒一點胡椒粉 OK 你這邊有一個黑胡椒對不對 所以黑胡椒 黑胡椒也是跟我們肉桂一樣 露到腎 黑胡椒是要用一顆一顆的下去 都可以 或者是用我們最後這樣撒一點也可以 OK 我要你加一個 我覺得應該會更入味 好 你要加一點這個 黑胡椒 離距離一點不然你會嗆到 會打噴嚏 是不是 太多了 沒有關係 多補一點 多補一點黑色蛋糕 我已經開始發熱了 其實真的很香 你加很香 我覺得加黑胡椒 是下去那個味道應該不一樣 黑胡椒用對我們的這個 腸味也不錯 對 一點點 再用一點 可以 謝謝 味道應該就出來了對不對 就是 吳醫師用那個 蔥 薑 蒜下去調味 其實 對我們這些 冬天的感冒 事實上是非常有幫助 而且可以減少了那些 鹽分的一個使用量 其實對腎臟是有幫助的 對 薑有一些薑黃 蒜素 這些其實對我們冬天 是很棒的 我覺得 加了那個黑胡椒之後 味道更會出來 也是不錯的 再加一點香油 這黑筋料理真的是怎麼樣 我想要加一點那個 真的很薄 口雞子 對 酒 我想要吃吃看 小湯匙 小湯匙 好 來 一小湯匙加兩個黃 多層次的脂肪 對不對 一鍋三吃 對 對 一鍋三吃 一鍋三吃 這好香 來 好 吃吃看 我覺得我特愛這樣子 因為你知道 手腳病人的時候 這樣吃一下覺得 整個酒味道 整個精神都來 可是應該要是中藥材的感覺 不過不是 這個酒是不是要下去熬 還是不一定 還是自己滴一下就好了 滴的話是比較 不會那麼濃郁 不會讓你吃酒水 因為你只要幾滴就好了 這樣 如果你喜歡 像老人家 有的人喜歡說 這個多一點 可是腎不好 那這個時候也要控制 如果你像你腎很好 你可以多用一點 那還好 有補到嗎 有 有補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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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腰痠背痛 貼痠痛貼布 貼布 對嗎 好 不會 這材料不能黑白打 打出什麼問題 等一下我告訴你 不能黑白打算 貼布 有吧 高麗菜含有豐富的 維生素及礦物質 除了可以保持我們的 維持正常的生理機能以外 它還有豐富的膳食纖維 可以幫助我們腸胃的蠕動 加速我們的排便 達到排毒的功能 另外高麗菜還有豐富的澱粉梅 所以我們平常在吃一些 油炸類的食物 或者是高澱粉 不好消化的食物的時候 其實可以搭配一些高麗菜一起食用 可以幫助我們這些不好消化的澱粉類食物 達到幫助消化吸收的功能 也可以有除脹器的作用 所以平常我們可以把高麗菜切成高麗菜絲 或者是搭配一些比較容易吃的 做成泡菜這樣的形式來入菜的話 其實都可以達到養生保健的功能 另外高麗菜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維生素U的成分 可以修復胃黏膜 所以高麗菜可以說是我們 廚房裡面的天然的腸胃藥 所以記得餐餐裡面有機會的話 多補充一些高麗菜 可以讓你吃得甘心又健康喔 在這裡 在這裡 健康有方在哪裡 我們在單立台灣台 好看好學好實用 週一到週五上午十點 單立台灣台健康有方 讓你健康N字方 你現在有法官吃飯會餅 現在新聞一定會在哪兒 老這個虎子 絕對是一個 老虎子 我不是為你只要走一步 我哪有看你叫你那關 假的如果不是你媽的天氣出頭 你對我一點兒抱都不 就是一個媽媽 出手 三立台灣台乾杯一千 您覺得這兩位看起來像幾歲呢 我覺得除了視覺年齡很重要之外 內在保養也很重要 要做好內在保養 睡眠是最重要的 三德利的芝麻名EX 不僅添加了幫助入睡的芝麻素 還有調節生理機能的玄米多酚 與抗氧化的維生素E 三種組合同時搭配 可以達到更好的效果 所以我現在也都用芝麻名EX 來維持滿滿的元氣喔 使用之後我發現 它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隨時隨地維持最好的狀態 就交給這一瓶 三德利芝麻名EX 日本原裝進口 台灣SGS檢驗通過 品質讓人更安心 請把握難得的台灣專屬優惠 現在訂購即加贈10% 約3000份的增量幫 最高可享85折 立即訂購即享全台免運費 馬上拨打訂購針線 0800-030-321 或上網搜尋青春不敗 我們台灣人的電視台 29頻道 StamLip 台灣台 你必須在10月1號到10月30號期間採取行動 有多少行動選項 選項1 你可以到金融機構繳納 2 到便利商店繳納 3 取自動會員機轉帳 4 提前辦理長期約定轉帳 5 電話語音繳納 6 網際網路繳納 哈哈 搞定 原來繳交地價稅這麼的方便 喔 對了 手機掃描繳款書QR控 就可以信用卡或唬書帳號繳稅喔 早說嘛 按時繳納地價稅 多元省時真方便 好 剛剛吳醫師的黑金料理 大家都贊不絕口對不對 好好吃 我們剛剛有個小問題說 可以每天都吃嗎 有需要的話 剛剛我就跟宏醫師在討論說 你看 我們這個黑色 他說裡面還有很多的鈣 跟我們的什麼 鐵質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有需要 你有貧血 當然是可以吃的 只是說有的時候 你的月經剛好來 當然因為我們知道 黑莫其實有一點活血的效果 所以如果精神來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量很多 我們休息一下 後面就可以開始吃了 因為你後面還是血氣不足 或者是正在拉肚子 你吃的這些很黏膩的東西 就會一直拉不拉不停 我們就要休息了 所以要用的是烏骨雞 不要用黑天鵝 我們這六個是 剛才是美國總統大選開票 那是黑天鵝 反正說川普是橘天鵝 剛才是橘色的 現在是動蒜的變黑天鵝 我們說現在就是賣黑天鵝 就是烏骨雞比較好就對了 黑色 黑色 黑色就是入腎補氣就對了 對 整個病人就會說 為什麼是黑色 比如說這個水要是很深的時候 它就是什麼 看起來就是黑色 所以它就在我們人體的下方 然後它也跟我們的什麼 力當我們的腎氣跟水氣有關係 你知道嗎 水分腎是有關係的 黑入腎這樣子對不對 對 竹水 竹水 竹水就是說 它跟我們的水分的代謝有關係 OK 包括我們的 中醫的這個氣 就是跟我們的水分的代謝也有關係 包括一個吸進來的 一個呼出去的 通常吸進來的是跟腎氣有關係 呼出去的是跟我們的什麼 肺 所以中醫講究是要經激腺 心氣神都要有就對了 這樣你就覺得很幸福對不對 可是 如果還是有人常常腰痠背痛 如果有大一些痠痛癢 貼布 你會貼嗎對不對 我會貼 我們也會 這個道理應該是救急吧 也不能是治本吧 我們醫生比較少貼 我們都會檢討 為什麼我今天會腰痠 是不是我太累了 還是我哪裡有問題 對 因為當下貼完會舒服 可是大家注意一下 請教洪醫師 洪醫師 來 上前來幫我們一個忙 現在就說是不是 國外有個案例 對 說戴那個痠痛藥布裡面 如果含有這個 觀眾朋友 你去那痠痛貼布 你有看裡面的成分嗎 如果有這個叫水羊痠甲 甲脂 對 可能很多品牌 不同品牌 但是你真的看了一些成分 但是有的要怎麼樣 特別是有腎臟病的人 不能貼這個 這個還滿安全的 這個幾乎所有的那些什麼 油類的 止痛膏 什麼那些 幾乎各大品牌都有 你仔細看幾乎都有 都有 這個成分叫水羊痠甲脂 這叫水羊痠甲脂 其實水羊痠本身 就有一些止痛的效果 它比我們阿斯匹林來的效果 更好更快 我們講 我們講 那個案例是這樣 一個17歲的艾莉爾 她是一個美國很棒的田徑選手 將來要當奧運選手的 她就突然猝死 猝死之後 他們不知道 這麼年輕為什麼會猝死 他們就發現她血液當中 這個水羊痠甲脂的濃度 是一般的六倍 制度激烈的六倍 所以這個 我們在講說 其實這一類貼布 我們講說貼布 其實它也是一個藥物 只是我們一般的藥物 是從嘴巴吃進去的 吸收到全身 它是經由我們皮膚吸收的 精皮膚吸收的 藥膏 酸痛藥膏 那個都是 吸收進去 一樣會隨著血液循環 到我們全身 止痛藥有什麼 大家都很怕吃止痛 因為傷腎臟 三肝臟 像很多以西洋分像果然 如果用膏的比較不胸 對 但是 其實之前 國內也是發生過一個 年輕人學生酸痛 它就大量一直抹 一直抹 抹了 所以它一條抹不夠 再買一條繼續抹 就是因為實在太酸痛了 這種吸進去 身體裡面 還是整個血液濃度還是會高 那還是有一些 急性肝腎的一個傷害 還有一個我們講 水羊酸 它是一個酸性物質 我一直在想說這個case 會不會是一個酸中毒 其實大量的酸 跑到身體裡面的時候 甲離子會從我們的血液細胞裡面 整個大量釋出我們血液 那就會造成高血甲 高血甲會讓心臟突然停止 所以這個也就是一個叫 它並不是一個說 急性肝腎衰竭造成死亡 而是我覺得有可能是心臟 一個高血甲造成一個猝死 那如果說有腎臟病或者是高血甲的 你如果有這個成分是儘量避免 是這樣意思嗎 不要過量 我在想說貼這個布 其實跟你吃 比如說我們吃止痛藥一天 但怎麼樣叫不過量 對 就是不要一條塗掉 塗六條或是塗到一半 像貼布 我們可能會一貼貼個 一整天不吃下來 止痛藥我們一般建議 大概不要超過四個小時內吃 一天最多六顆 一般標準建議大概三到四顆 那止痛貼布一樣 一到三片就可以了 一到三片 它一樣它是吸收 那你也不要貼太久 貼超過六個小時 那到底要貼多久才有效 不要貼太久 因為我會習慣睡覺貼 因為你疼得不動 聽說睡前用貼布的效果比較好 不建議用貼 不建議睡覺前貼 因為睡覺前貼 你就不會擔心你入去的時候 它吸收效果最好 大概前兩個小時 因為濃度最高 皮膚吸收 晚之後就沒有用了 所以聽起來 不要超過三個小時 對 大概貼到 我們一般臨床看 大概貼滿五個小時就差不多了 不要超過六小時 不然會有藥疹 對 就是它是一個黏黏的東西 把你皮膚給蓋住 你的皮膚沒辦法呼吸 它就處在一個潮濕黏的狀態下 對皮膚反而是不健康 睡覺前一睡 到隔天起床 是可能八個小時 超過八小時 而且你有時候 已經忘記 不會啦 所以它中間的時候 它就已經 自己剝落了 自己剝落沒有黏性 沒有 那你可能 睡疊不好 對 有的人可能都 戴到天床還好好 我沒有 我已經不見了 好 總之不要貼太久 謝謝 請教吳醫師 吳醫師 那這種是我們常常去中藥 就是我們的宗藥的貼布 看中藥的時候都有 對 那這個相對會比較OK嗎 因為它就沒有剛剛說的 那些乙烯類的東西 對 就比較偏向我們說那個薄荷 薄荷 清涼 舒緩的 冰片這些 但是它還是藥 所以貼的時間 比較過久的時候 你還是會起藥疹 甚至於呢 對 如果貼在皮膚外側 因為皮膚這角質比較 它沒那麼近 可是如果你貼在內側 這皮膚很嫩的 你有時候三個小時不到 它就開始關懷疹 那有沒有就是說 本只是 以為只是痠痛 都沒有去看醫生 或者是自己做醫生 越大越嚴重還是怎樣 根據統計 國人一個月 大概有八成 將近一千多萬人 都會有一次腰痠背痛的情形 幾乎都有 只是看大家緊不緊張 有些人就不會理他 有些人自己會貼 有些人會熱敷 對 他們就發現 其實我臨床上發生一個案例 我的洗腎病人 他們每兩天就會來洗腎一次 他就來有一天 他就跟我講 他腰痠背痛 我來的時候 我看他已經貼了一個藥布在那邊了 他貼我說 那到底有沒有改善 他就說還是很痛 然後過了兩天 他再過來 我就終於知道答案了 他整個一顆一顆白色透明的水泡 就長出來了 沒錯 那個非常痛 就是台語講 對 對 對 一個病毒性的 炮疹病毒的感染 他這個會記住在你的神經根 他只要你得到過一次 他就永遠存在 躲在裡面 他會跑來跑去對不對 免疫不好的時候 他會沿著你神經根跑 我們最怕的是跑到眼睛 他現在叫三叉神經的眼知 他也說會導致失敏 他也說會導致失敏 對 如果到這種程度 一定要去看醫生 因為他是一個很嚴重的疾病 所以不要輕忽腰痠背痛 對 可是他如果一先發現 你有兩顆三顆 就開始 你就趕快去看醫生 他有一些特效要吃 你就不會後面 那麼難過 尤其是在眼睛 頭上 他會這樣順著神經走 對 我用殺病毒的藥膏 但是他要再 越早使用效果越好 越後面使用效果就好 所以不要輕忽一些小問題 那洪醫師先請說 我們講到 有些人痛到受不了是節食 但是節食的機率 耗發比較高是在夏天 因為我們可能 喝得不夠出去太多 因為流汗 那如果說像比較冬天的時候 我們的水要怎麼喝 正常喝到底要喝多少 你們一天都喝多少水呢 像我自己都會喝 你都喝檸檬水 對 我都會喝檸檬水 因為我在健身 然後他會比較容易降肚子 你看看你用什麼罐子 其實這種罐子其實不太好 其實真的不太好 不太好 你還用 但我有常 對啊 因為玻璃的太貴 而且我有買過一次玻璃的 不會很貴 只是怕摔而已 對 真的 它很容易摔破你知道嗎 因為我經常煮多勁 所以會排回去 那個什麼不鏽鋼的 可以嗎 好像也不好 我們比較建議玻璃或桃子 玻璃或桃子 尤其是你用一些酸鹼的東西 怕一些東西會溶解出來 會比較對要小心 你知道外面包著就好 那種玻璃的水果 不是都有很多 類似保護的那個什麼 保護套 水果那個套上去 不過你用上一次誰 有一位是亮亮 用襪子 我告訴你 這真的是防不勝防 你知道嗎 因為我那時候也是有 買一個玻璃的 但是也是保護好 就摔下去了 所以還是從底部開始破的 裂開了 對 所以也很難防你知道嗎 就是盡量 不鏽鋼 但是我覺得你還是要換掉 對 怕塑化劑的問題 塑化劑完之後你就會難 檸檬的和水的營養成分 還沒有進來 你就喝了一堆塑化劑 對 塑化劑會導致 那個男性不孕 男性女乳 不孕 對 男性女乳 阿成啊 他說不孕 你要注意一下 還年輕還沒生小孩 萱萱呢 萱萱要喝什麼 我會習慣帶兩個 瓶子在攝影棚裡面放 對 一個就是專門裝攝影棚裡面的 熱水器的水 而且我會加熱的大概到6分 然後其他再加溫的 習慣喝這種熱度 我不喜歡喝平常的水 溫的一點 對 我不喜歡水的味道 我喜歡喝它熱熱的 加料的 我鋪的這一個大瓶 我就會泡桂圓紅棗 這個好 而且也是夏天很熱 我還是喝這個 那妳有加薑嗎 有加薑嗎 我沒有加薑 因為我很懶惰 它那個桂圓很甜香的感覺 對 會比較甜甜的 對 妳聞它很香 所以就不必加糖了 我就沒有加糖 它已經很甜了 所以無疑是 那如果我們要這樣喝的話 大概幾顆桂圓就夠了 如果說像鮮鮮的體質來講 剛剛就是其實比較虛一點 所以三顆頂多 就不要太多 不然就胖太燥了 而且有時候吃太甜 你會發現有時候 有的人胃酸比較多 會噁心的感覺 那加紅棗好不好 加點紅棗 或者再加一點點薑 薑絲或薑片 它其實可以平和你的胃 好 再加一點點 最後我們要請黃醫師 那個手板很重要 觀眾朋友注意一下 我們一天到底要喝多少的水呢 對 喝水是非常重要的 不只會幫我們排毒 還會造成我們的免疫循環會更好 正常的到底喝多少水 有人說2000cc 有人說2500cc 可是我們正確的說法應該是重要 看你的體重多少 你說體重的3%到4% 假設你是一個60公斤的人 3%大概就1800cc 4%就2400 所以你要喝1800到2400 這麼多 為什麼有些人1800有些人2400 比較容易流汗的 要再多加一點 比較水你就要多2000 就往2400 會有慢性病的 你有節食的 有痛風的 你就喝2400